今年的元旦假期 晚上气温低 白天阴出太阳 气温回暖 而这也让很多人选择白天出门游玩 其中 公园就成为市民游客休闲的好去处 在这里除了能静静游玩之外 还能感受别样的自然风情 位于海口市烟海大道旁的美社和凤翔湿地公园 就比较受市民游客的青睐 人们在湿地梯田间散步 在河边看鱼嬉戏 并拍照记录美好时刻 张女士告诉记者 凤翔湿地公园是她最喜欢来的公园 一方面是离家近 另一方面是公园的环境优美 趁着假期 她和朋友相约到公园一起游玩 欣赏公园美景 享受着假期惬意的好时光 曾经的美社河水质较差 在经过综合治理后 美社河的水环境得到了很大的改善 沿岸建立了湿地公园 让老百姓看到美社河的蜕变 并享受到环境变化所带来的红利 达到了人与自然的和谐相处目标 除了凤翔湿地公园外 海口市渡海路外滩中心的蜕变 也成为市民游客喜爱的海景公园 但随着海口畅通工程的推进 海口湾区域的冰水休闲空间日益完善 成为市民游客打卡新阵地 如今来这里健身休闲的市民络绎不绝 许多游客还慕名而来 小红书上面就推荐说 这边可以来看一下夕阳 然后海岸线 这些港口 我们来这边的话就是不仅可以欣赏四季大桥的美景 就是还可以来这边娱乐 吃和玩乐 直播海南 记者报道 至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